玻利维亚的车 这个车车真挺豪华 线路什么都看得到 这个车不知道是多少手的 18手的吧 70块钱做600公里的豪华大巴 从玻利维亚的边境到圣克鲁斯 有600多公里 我的天哪 太便宜了 现在我们睡觉了 大概差不多11个小时 现在折腾到9点才出发 大概明天早上9点就能到吧 太不靠了 喜欢小鱼旅行的小伙伴吧 也可以点赞关注啊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有大家的引入关心 小鱼都不觉得辛苦了 冬季啊 我现在已经睡醒了 好强瘁啊 差不多10公里的样子 就到这个玻利维亚的边境 因为睡的挺好的 因为它这个沙发很舒服 而且人比较少 没有很长 20多个小时睡的还可以 但是就是有点冷 因为这个司机把空调打得很低 我没有带特别厚的外套 去大使馆把这个签证办了 因为现在还早 如果下午能拿到签证的话 我就决定直接过进去玻利维亚 圣克鲁斯是靠近玻利维亚的首都 是苏克雷 我的朋友会在这个苏克雷约见 整体来说这个巴士还是可以的 没有非常的累啊 到这边真的是明显破烂很多 这边边境其实离一个薄泥图很近 薄泥图是那个盖马逊河流的下流 反正非常漂亮 很多人去那边潜水漂流的 如果大家过来的话 可以推荐去那边玩一下 我回来的时候可能会经过那边 看那个照片啊 那个蓝特别的漂亮 我现在已经到巴西和波雷维亚的边境小 现在9点半早上这边 因为有一个小时的时差 大概坐了有21个多小时的这个汽车 还是去问一下吧 因为它有好几个公司 我现在我这边的位置看过去是 大概700公里的样子 刚刚去这个汽车站问了 他说这边没有大巴 直接到这个玻利维亚的 所以我要先办完签证之后 打车到这个边境 然后到边境之后那边有大巴过去 所以我现在要去移民局办签证 遇到一个会讲英文的出租车司机 ok let's go 他要先带我去打印一下 打印我的那个文件起交到移民局 然后到移民局之后 我要把那个文件起交 路边这个车在门口遇到一个司机 他开我20雷真的很贵 差不多就两公里吧 他帮我那个送过去 因为太远了 前打印的那个有一些错误 所以有几张要送你打印一下 你想要坐了二十几个小时的汽车 我还是这么精神 首先你要去这个地方 这个名字的这个 其实叫领事馆了 这边境克伦巴有一个地方 我们其实很近啊离车站 车站其实就是这个地方 你先过去提交你所有的文件 多少钱呢 7块钱 只有7块钱 谢谢 司机跟我讲如果去边境便宜的话 可以走这边坐公交车就要7雷 差不多9块钱 省50块钱 人挺好的 现在到这个大使馆了 哇好快啊 我给了材料之后 10分钟左右吧 他给了我一个单子 让我去银行交款 180雷 差不多200出头人民币 他这边不收款 必须要去银行交款 交款之后有个单子 拿回来之后 如果等一下然后签证的话 我就直接去玻璃尤雅了 然后很期待跟我的朋友会合 25块钱的分镜早餐 汉堡加肉 加一杯这个咖啡加奶 交完费了 他会给你一个银行回资单 然后这个回资单回到那个 刚刚那个移民群去 把这个给递交给他们 他路上看到送外卖的 走路送外卖 看到这个玻璃尤雅的旗子了 就是这个比较鲜肉的办事处 然后对了还要打印照片 要四层四的 刚刚忘记带照片了 又回去打印照片 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说 一共需要哪些材料 希望能够顺利拿到签证 花了两个小时 就拿到了玻璃尤雅的签证了 交了180雷 现在我准备去公交车站 坐车到这个玻璃尤雅的边境了 太开心 说一下需要什么文件呢 首先你要在玻璃尤雅移民局官网 上面申请一下 提交你的黄热疫苗材料 酒店订单 还有全护照 银行流水证明 这个建议大家银行流水余额多留一些 因为他刚刚有问我 最好多留一些存款 大概这么几样 然后升级成功之后 它会有一个大维码的图片 一个文件 你把它打印出来之后 带到这个大使馆 库伦巴这边基本上都没有游客 所以办理的很快 这边大使馆之后呢 你还要把你之前在网上提交的材料打印出来 之后呢 主要多了一个计票订单和一个照片 如果你没有计票的话 你可以告诉大使馆你是陆路出镜的话 也是合理的 有一个大使过来问你 问你一些简单的问题 其实他们这边都非常的友好 没有什么大问题 哇这边好像海拔有点高 原来是太开心了 还是怎么的有点穿不外行 现在我们去找这个公交站 就是大公园前面有个站台 就在这边等车 原来有车子到这个玻璃啊边境的 在公交站遇到一个大叔 他有出租车 这个大叔好实在啊 他给我20雷我还价15雷他同意了 给我载到这个边境 哇刚刚真的被另外一个大叔给坑了 2公里他收我20雷 人家这么远去边境才收我15雷 我的那个现金不是很多了 所以我等一下还要买车票 我不知道够不够啊 现在我们去边境 看一下到这边到边境7.7公里 15雷差不多20块钱人民币 到边境还是比较合理的 这边写下午6点钟下班 不知道是不是的 最好是尽早过去 这个就是去往边境的路啊 路放还可以 好像有一点我身上的现金不是很多了 大概只有100雷雷 我不知道够不够买 那边去库雷雷那边到圣格鲁色车票 然后实际上就有个张卡 其实我们全部都不来美金的 一个是不安全一个也懒得在 还有一个就是到处都有中国人 换现金的地方很多 躲在圣宝鲁的时候就换了500雷的那个现金带着 因为这边的圣格鲁需要现金 那边咱们再看吧 小玉旅行就是随心所欲 看到前方那个蓝色筒子的应该就是边境嘛 那个关口啊 这个巴西四季给我拉到了玻利维亚边境这边 进了边境也没人问我 不是我自己主动去问盖章 压根没人管我入境 我说怎么巴西那边没有人管我要离境章呢 现在这个玻利维亚的工作人员说你回去 把那个巴西的离境章给盖了 现在我还要走回去盖这个离境章 又遇到一个粗粗的司机 因为这边了不拉实的也没有车 这司机说二十雷载我到那个车站 车站挺远的 感觉我缓少了二十雷才四公里不到 这车好破啊 看一下大哥的车 哭 什么国家 中国 听不懂 但是西班牙语这边 不是说葡萄牙语 而这边大部分都是西班牙语 哎呀好破的车啊我的妈呀 耶 波利维亚耶 现在我已经入境波利维亚了 好开心啊 挺破的这边 现在这是小鱼开拓南美第二个国家 波利维亚 哇 果然和巴西部一样 巴西还是比较大的发达南美国家 这个为什么小鱼喜欢鹿鹿出境呢 这个鹿鹿出境感觉就是突然到了第二个 不一样的世界啊 这个巴西的车还是不错的 这是波利维亚的车 这个车车挺好玩 线路啊什么都可以到 但是司机挺热情的 这边也这个车不知道是多少手的 18手的吧 看一下波利维亚的像正常边境都是没啥房子 没啥层次的 这个马上要到汽车站了 这感觉也是荒山野岭的 都没啥人 别说公交车了 差没有 现在到波利维亚边境的一个车站了 这个我和巴西完全不一样 他们是收巴西的钱的 差不多90人民币要下护照的 你好吗 我渴死了 到现在还没买到水 然后找了我 我现在只有三十雷的现点 这边基本上都不能刷卡了 在巴西连买玉米的小摊都可以刷卡 这边就是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路路过境真的挺好玩的 波利维亚人好热情啊 一直在笑 看一下他们的巴士好像长这样的 看起来还可以啊 只有晚上六点的 现在才十二点半 我还要在这边等五个多小时 我的天啊 登记一下 我是不是第一个客户啊 还没人 这是选座位的 很搞笑 他每次拿着我那个生根键 我是上海千八地 他们都以为 我的名字叫上海 每次都写 有一次在巴西坐车 他们给我的名字写的是上海啊 我的妈呀 这鞋子是什么 这边有下午六点七点八点九点的 但是现在是中午中午没有车 因为它一般是早上和晚上的车比较多 这个司机啊 这个给我的是波利维亚的钱 我还没注意呢 我只剩二十二雷了 但是如果换年前我买吃的 可以有钱了 买吃了 这个是等一下六点的车 这个车站也很大啊 停的大巴 他们这边大巴都很好 都两成的 还不错 还有五个多小时 我该去哪里消遣啊 这么小的车站 先去买点水和 OK 上厕所还要钱 要两块 比巴西要便宜很多 这个油总回到了非洲的感觉 不知道车上有没有水 先来一瓶吧 来一大瓶 这边的汇率和人民币 几乎是一样 十块钱就是差不多 国内的那个十块钱 所以这边汇率也很好算 有点热 小小的汽车站 今天不能喝巴西比 不过这里还有按摩椅 按摩椅也很不错 汽车公司很多 然后旁边是一些小店 都是卖这些零食的 有卖电话卡的 这是Tigo Tigo公司 但是我感觉还是先不要买吧 因为我身上现金不多 就这么大 我感觉我挺喜欢到一些 比较贫穷的国家 不是说嫌弃他们 我觉得这边人更热情一些 像我去印度巴基斯坦 还有很多贫穷的国家 觉得人都非常非常的热情 突然感觉降级很多 现在是快一点了 还有五个小时 我也不知道怎么打发时间 我的手机也快没电了 这边也没有网 应该是可以找他们充电 啊 这个是二十的 这个是三十的 我正好还有二十块 但是没办法吃饭了 算了 也没有人跟我聊天了 我只能在这坐着 看来这五个小时 我只能在这边躺着了 这个电视上面 看到有这个巴士的内部情况 跟我来的时候做巴西那个巴士 差不多条件 还不错啊 看这边的话 跟巴西人还是有区别的 巴西的混血为主 所以长得比较好看一些 这边人的皮肤 肤色也偏黑一些 厕商应该都是有厕所的 所以的话就还好 这边交通费的话 真的便宜很多 像这边到 我要去那个城市 有600公里的样子 就要70雷 差不多 80多 这边的交通费 只有巴西的一半不到 像我从孙保楼过来 到这边边境 1400公里的话 要400雷 这边在波里维亚 600公里的话 只要70雷 所以真的便宜很多很多 这边的消费突然降级 我很开心 巴西消费真的是不低 看一下 那边有一些 这边好像也有 这个还有摩托车 应该是可以到边境的 那个出租车 这是什么 哇 超大的香肠 我看到这个 13 15的 当然不知道是什么 这是炸鸡 要不然就盲选吧 这个有点像beef 牛肉吗 看啊男子13块钱能吃啥 盲选的是牛肉 看起来是牛肉 还不错 好大一份 好便宜 现在巴西绝对吃不到 基本上都要30多块钱 翻倍的 这个好像是辣酱 给我放一点辣椒酱 太开心了 布里维亚 这个是那个木薯 嗯 巴西人也很喜欢吃 这边 煮的很好吃 非洲也有 很多平常国家都喜欢吃这个木薯 像一个鸡蛋 哇 好大块的肉 这个面条和米饭 还配了点沙拉 哇 好好吃 值得重点说 他们这个米饭是咸咸的 里面有胡萝卜 不是那种没有味道的 然后这个味道真的很好吃 像那个巴西萨的那个 普洛夫 就是苍蝇太多了 这个车站是在一个荒山野岭的地方 还好这边有卖吃的 还要再等三个小时 现在去上个字 门口买了一杯咖啡三块钱 太甜了 对不对 感觉喝不下去 这个是玻璃乌鸡2块钱的这个硬币 2块钱 5块的是啥 我不知道 2块呢 2块钱 给我点纸 来 thank you 上测 2块钱的测 里面还有只猫呢 看起来还挺干净 哇 现在好热闹 你现在还有两个小时就发车了 现在很多乘客过来了 然后现在这边超级热闹 像大卖场一样 因为每家都想有更多的乘客 都在招揽生意呢 好热闹 看到有穿这种大裙子的 好像是本地人民 都在叫喊阿明哥 阿明哥就是朋友的意思 朋友快过来 快过来来买我的票啊 这边有要钱的 刚刚已经来过一个小朋友 很多要钱的 带着一个小朋友 我也没钱啊 主要是 哇 现在已经6点15了 这边的巴士真的不靠谱啊 不按时 他们想多再点课 所以到现在还没有走 但巴西的巴士车就非常的暗点 仅剩的最后10块钱 只能买薯条了 这个还要15 10块钱啊 然后我现在就升五分文了啊 现在在玻璃楼啊 太可怜了 然后到了那边 可以用银行卡取线 晚了两个小时 终于可以上车了 是这样的大巴 先去放那个行李 大巴挺大的 好多生命 像从那个巴西采购过来了一样 啊 太心累了 我在这边一共等了8个小时啊 等得都心都碎了 而且还看到了中文 这是中国运过来的 这个巴士 跟巴西的巴士一样啊 下面是香菇亚屁一样的 我厕所在这里 我的还是在上面 哇还有屏幕 哇 这空调好冷啊 20米 在这里 啊 这个座位还不错啊 他们没有提供那个免费的水 但是 有大屏幕 像那个飞机 坐飞机一样 哇 还有电影 你看嘞 看一下 哇 这太高级了 可以 这个票价挺划算的 几十块钱人民币就可以做这么高级的大巴 但是现在真的有点累了 因为我昨天坐了一晚上大巴 今天又跑去办签证搞了一天 然后又在这边等了八个小时啊 我的天哪 然后现在还要坐一晚上车 明天早上可以到这个圣克鲁斯 现在是早上六点半我已经到圣克鲁斯了 还挺快的啊 没睡醒就到了 这个就是圣克鲁斯的大车站 但是这边现在离市区有2.3公里 然后呢我身无分文 门口有出租车 但是我没钱呢 2.3公里应该没关系 我可以走过去 啊太累了 坐了两天的夜巴士 今天要休息一下 OK 我现在走路去我订的酒店 是稍微没那么危险吧 应该还好吧 在星巴克等到9点就 酒店就会开门了 它是我查了 下面有一个小酒吧 很漂亮 是个老房子改的 哇 好漂亮的一个酒店啊 小帅哥 Hola Can I film You're from Bolivia No I'm from Cuba 这家酒店特别满 也很漂亮 看一下他们的物价 他们这边 酒的话是20 25 30 还好吧 前台酒吧小哥 带我看一下房间 然后有个小座 哇 哇 好漂亮 它这个有客厅 It's like a very old house Wow How I can say 100 years 一百年了 一百多年的房子 上面是房间 没有两年中才可以入住 哇 这里还可以帮你做纹身 Hey that's cool 哇 太喜欢这家酒店了 而且离这个最著名的教堂很近 终于把吃饭和住宿搞定了 都可以刷卡 现在还是需要有现金去明天买车票 再去找中国人的餐厅看看能不能找中国人换点 用中国宝或者微信换点本地的现金 好累啊 现在两点钟才可以入住 所以我现在要去找中国人换一点钱 没有现金还是挺麻烦的在玻璃维亚 普通人换点